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朗普与欧盟达成了一个协议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与欧洲的贸易战就要停止了 实际上特朗普是和欧盟主席荣克见面的时候 双方有一个异象 特别提出零关税等等非常诱人的口号 当然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打起来都受损失 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美国和欧盟真的能停止贸易战 当然是一件好事 另外对于美国与欧盟之间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有人理解为是不是美国和欧盟联手要对付中国 所以这件事我想从我的观点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欧盟是由20多个欧洲国家组成 那么每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发展水平 以及它的进出口的货物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相同 所以实际上这种协议如果是欧盟的其中的一个国家提出反对 那么可能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执行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美国和特朗普要提出这种零关税 当然零关税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概念 或者只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意向 那么具体的东西其实是 这个随着商品的具体内容 哪些商品都是零关税 哪些商品不是零关税 我想肯定不会是所有的商品都是零关税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说其实美国和欧洲贸易之间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欧洲的汽车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 今天我看报道 他说对于欧洲的汽车 关税问题还在调查之中 那么特朗普曾经也放话过 就是说不能让奔驰之类的汽车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汽车的关税究竟能不能降 这是非常值得令人怀疑的 当然了特朗普与欧盟之间有这样的协议 特朗普做出一种姿态 那么他也知道贸易战对双方没有好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我也是比较赞同 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特朗普和欧盟之间这个做了很多承诺 那么特朗普最近的这个表现来讲就是特朗普的信誉的问题 实际上就贸易战来讲呢在前一阶段或者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那么中国呢和美国呢其实达成了这个一些共识 这个共识的一个基本点呢就是说不打贸易战 那么后来呢特朗普呢等于特朗普推翻这样一个共识 那么宣布呢就是说这个340亿那个那个关税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有很多舆论或者很多人认为特朗普说话不一定算数 另外呢关于欧盟和这个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协议 是不是他俩联手对付中国这个我想呢是不存在的 中国与欧洲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立场是呢就是说强调多边贸易 反对这个单边贸易或者反对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这个单边贸易或者贸易保护主义也正是这个特朗普 这个发动贸易战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或者一个支撑吧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支持多边贸易这样一种理念的这个欧洲国家呢 当然不会和这个美国一起联手对付中国 因为这个欧洲在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呢也是巨大的 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的反应来讲呢 目前呢虽然这个特朗普已经宣布了要对2000亿的商品进行这个 中国的进口商品进行10%的征税 但是呢中国方面呢并没有很特别的反应 目前中国主要集中在这个在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 在来对这个美国启用这个301条款进行这个诉讼 那么争取这个国际贸易组织这样一种这个支持 那么中国的基本立场还是一个多边贸易 另外中国的反制措施呢现在已经有所表现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其实汇率呢现在是在贬值 那么美国政府呢指控中国操纵汇率 那实际上这个这种汇率贬值呢是市场上一种这个自然的反应 正常的反应 其实这个汇率贬值呢对中国商品2000亿那个增税那个百分之十 很容易稀释掉 另外今天呢我还看到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说中国呢这个要准备这个在这个基本建设上还要一些投入 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刺激这个国内经济 拉动内需的一种这个手段 这也助于这个缓解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那么另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正在这个南非 召开的这个金砖五国这个十周年的这样一个一个会议啊 领导人会晤 那么实际上这个这个金砖五国这个巴西印度 这个南非加上俄罗斯加上中国哈 这五个国家作为这个新型体呢 这个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占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大 而且呢这个中国呢最近呢近些年来吧 可以对非洲的投入很大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非洲最大的这个债权国 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金砖五国也好 对于非洲的投入也好 是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在国际上发展一个长远战略的一种考量 那么应该是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发展 因为这个只有非洲目前美国可能还没有力量这个达到 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金砖五国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 这个有好处 而且保护这个世界这个多元贸易 形成一个多元贸易的体制和机制也是有好处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所谓东方不量西方量吧 那在中美贸易当中 一些这个不愉快或者是一些困难一些损失 可以这个通过与金砖五国甚至与这个欧洲 而非洲这种这个经贸往来更密切更深入 这样一种关系呢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另外一种方式的这个弥补 最近呢这个美国国内包括中国大陆 就是对于这个芝加哥大概芝加哥这个大学 要取消SAT考试 其实呢这个事呢在去年就有议论 那么对于这个我正好这几天呢 这个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他们的看法呢这个值得接见 所以呢再用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为什么有SAT考试 那是因为这个美国呢这个学校呢 相对来讲这个自主性非常大 比如说教材的选用 这个各个学校可能都不一样 另外呢这个学校老师对于这个评分的判定呢 也可能宽松的有不同的标准 那这可能造成一种这个现象 就是比如说阿开迪亚的GPA4.0的学生 和阿善巴拉GPA4.0的学生 可能呢不在一个同等一个档次上 某一学校GPA3.6的学生 可能相当于另外一个学校GPA4.0的学生 那为了克服这种这个不平衡 那么怎么办 那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特别大学理事会 推出了这个SAT考试 那简称就是标准化考试 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大家呢 拉到一个同等的期望线上 哎我说的东西都一样 那大家考一考 可能呢SAT考试这个 这样一个这个分数呢 可能呢代表了真实的水平 但是由于这个SAT这种考试呢 它在美国的高中或者中学当中呢 它不进行辅导和培训 那一般呢要想完成这个SAT考试呢 第一在家或者找补习班来补习 这就有个问题 因为这个补习班的收费呢也算比较高 那么有些群体呢恐怕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吧 不一能负担得起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就是说这个SAT考试 对于没有参加过SAT补习班的学生来讲 就不太公平了 那么这呢在少数族裔 特别是在拉丁裔 这个非洲裔以及印第安裔当中呢 表现的比较明显 第一呢相对而言 他们的收入是属于这个低收入的群体 第二呢就从教育制约来讲呢 他们当然没有亚裔社区 这这么多 这么活跃 像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亚裔 或者是中国文化 大中华文化圈 比较重视教育 各种补习班非常多 但是可能在拉丁裔社区 在非洲裔社区 就没有那样的 没有那样一种这个补习 这个芝加哥这个大学的 这个招生主任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也也说过这个情况 就是说没有参加补习的 那和参加补习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特别是一些少数族裔的 这种这个民权团体 这个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以这个很多大学里头跟进 那么呢 其实还有很多大学呢 还是承认这个SAT 那对于华语学生来讲 那个很多专家建议呢 还是要这个进行这个SAT考试 因为就是说你在入学申请的时候 你因为它是个这个可选项 就你可递交这个成绩 也可不递交 但是如果你递交了这个成绩 那么呢成绩比较好 配合好的GPA 那么配合好的这个课外活动 或者公益事业等等 这个才艺等等表现呢 很可能就是能够得到 这个在大学录取你的时候呢 可以这个优先的考虑 另外呢SAT作为一个标准化考试 毕竟呢可以在各个方面 展示你的学习的实力和能力 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是有呢 总比没有好 另外呢每个学校呢 都是希望在多方面 全方面的考核学生 所以呢这个 一些华语社区的教育工作者建议 无论是大陆 准备到美国留学的学生 还是美国本地的学生呢 不要放弃SAT 那其实呢你像在这个尔湾 那个地区 尔湾的这个学习交易质量 是非常高的 那么他们高中的学生呢 还是依然来这个 参加SAT考试的辅导 和进行学习 然后呢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递交这样一个成绩 好 今天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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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